大家好,我是阿杜 我现在是在烟台的蓬莱景区 它这里是蓬莱景区的一个七异光经验馆 也是当时的一个被窝衙门 我们去看一下 七异光经验馆 这是当时七异光办公的一个衙门 在大门的对过有一块隐蔽 上面写的是风猴飞我意 但愿海波平 是七异光所说 从这里开始进去 这哪是七异光的一个行动图 在他多大的年龄 在各个地方 哪什么官职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是明朝的衙门所复原的 它的房间里 现在都变成了一些展厅 我们去看一下 这里有七异光读书的雕塑 好,现在我们接着往前面去看 这里有一块石牌坊 它写的是薰垂东南 是因为看见光 它主要的抗窝时间 都是在东南沿海 七异光是在年轻的时候 在山中这个地方认过官职 七异光它是降门狐子 你主上有功 它在17岁就承袭了主角 它的罐子是灯中卫指挥千世 也就是当时的烟台城堂司令 随后就是七异光的一生的戎马生涯 我们到这里去看 这个是当时明朝沿海的一些倭寇飞墓图 这个是日本倭寇的一个雕像 这个是倭寇的盔甲 哇 它的窝寇刀很长 这是窝刀 上面的是长窝刀 非常长 七异光之间非常严格 它为了对付窝寇 它也研究了自己的战法 因为当时窝寇刀很长 七异光就发明了这种狼血 这个是铁狼血 七异光创制的虎盾炮 这是藤牌 一个盾牌 我们刚才看到的 就是七异光在东南练兵的一些武器装备 为了对付窝寇 它创制了自己的武器 和自己的军种配合 七异光是少年英雄 但是它在南海的遗价 就给它上了一刻 就是后面这幅图 这幅图讲的就是七异光 当时带领明军与窝寇交战 当窝寇发起进攻的时候 明军是一疑红而散 这时候就把七异军一个人晾在那里 七异军跳上一发大师 连发商界 三名窝寇 一身倒地 这时候明军才稳定下来 三名窝寇 一身倒地 这时候明军才稳定下来 这件事给了七异军一个很大的震撼 这时候他发现 这时的明军已不能再用 他决定要自己练一批新军 然后就是七异光 在东南海遭浙江兵 然后练一出七异家军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 台州大捷的一个 飞墓图 这里就是七异军 谁是所有那些战船的模型 这是七异军当时用的一些火炮和一些兵器 他这里兵器非常的长 前面做出了一个书房的场景 里面就是七将军 七异军不仅会带兵 而且他的文采还非常的好 他还会写诗 墙上的这四位也都是抗窝名将 湖中县和谭林呢 是七异军的老长官 七异军的跪法呢 就是跟于大游所学 前面这个大堂呢 上面一块牌匾是 威震罕江 它这处衙面呢 一共是有五斤院子 我们现在说出的是第二斤院子 在七异军年轻的时候呢 就说出这么一句话 风猴飞我意 但愿海波平 所以呢 当时他长官呢 就让他去抗窝 当时七异军所遭的自家军 非常的幽默 都是按照他的条件 所选拔的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里的第三斤院子 海边写着七异军三河 我们去测店看一下 他这里介绍的呢 是七异军创造一些长城 还有一些敌台的样子 这个呢 是当时用的弓箭 兵器 是石炮 还有石炮弹 这个呢 是当时的一些兵种 马兵 清兵 还有步兵的队式 七异军呢 其实不仅只是在东南抗窝 他在东南呢 只是干了八年 在他后来呢 他还在北方 在济镇 担任总兵 当时他的上司呢 就是济辽总督 潭伦 他是济镇总兵 当时还有一个辽工总兵 辽工总兵呢 就是李承梁 这里呢 就是七异军监管 第五金院子 七异军的少年从军 成熙父子 他一生呢 是戎马一生 他虽然呢 是成熙父子 在他年轻的时候呢 他还是坚持考五举 其实也当时 他的官职呢 是不需要考五举的 但是他还是想证明自己 七异王将军呢 他一生的战争 经历了很多 他曾经呢 也写了一首诗 一年360日 多摄横波 上屏 这首诗呢 也是对七异王将军的一个最好的概述 好 那就这个呢 就是七异王将军的一个纪念馆 那我们这个视频先这样 我们下视频见 下视频 谢谢大家